地方政府就說中央政府沒有給他非常明確的訊息 我想請教你們這一次撤村撤離的動作 是地方政府跟你們講的還是中央政府跟你們講的 還是你們自己決定要撤 這個是鄉鎮公所的鄉鎮長是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官 中央的法令是有權讓我們授權我們去 在第一時間來去做衡量去撤離的動作 我們是本意值錢來進行撤離 是 是這樣子 我們不需要等到中央政府來下令 只要土石流警戒這個洪水警戒線一到 我們就先行撤離 是 鄉長我就請教你 你說你們撤村大概是凌晨的時候 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說實在 當然原住民有一些老人家起的比較早 可是有一些睡得很晚 人在睡 你叫他撤他就撤 我想請教 怎麼可能叫他撤他就撤 你們為什麼能夠那麼快速的撤離成功 這個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四年前我們曾經受過這樣的災害 我們的鄉民比較有這方面的警覺 他們也會害怕 河水會再次的衝回家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每年都有做防災的訓練 不只是土石流 只要防洪的訓練 我們今年的五月 六月初 我們曾經辦過一個防災眼鏈 剛好就在嘉蘭村所舉辦 所以鄉民都能夠配合 依序的來撤離 是是是 大致上是這樣 謝謝鄉長給我們這麼重要的訊息 第一個 平常有眼鏈 人家平常都會眼鏈 因為說實在他們那個危機意識比較強 第二個鄉政的首長 鄉長 政長 他自己就可以撤 根本也不需要等到紅色警戒發布 也不需要等到中央或是縣市政府 要他撤村他才可以撤 換句話說 如果每一級都謹守自己的本分的話 災難就可以降到最少 可是撤村當然有整個標準的作業流程 第一個主要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會告知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因為整個土石流警戒是由中方 中央的水保局來發布的 中央理論上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訊息 可是水保局的這些紅色警戒的資料 又要從地方上來 所以這其實都是雙向的部分 我們特別強調 中央到地方之後 地方會到縣政府的民政局 然後通知村里長柔性的勸導 然後到基層的員警就可以強制的勸離 因為這個是有公權力的部分 那說你依哪一條法叫我撤村 依照災防法第24條 當災害發生或是災害有發生之餘的時候 可以按照指示來去撤離 並做適當的暗示 可是沒有罰則 我再請教一下王老師 依照你們原住民的經驗 撤村究竟是做得到做不到 困難在哪裡 鄭如同剛才鄉長所提到 他其實根本不用等縣政府或中央政府 因為那個東西是等不到的 因為他們可能要很久以後才收到地方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是要建立可能一個全民防災的觀念 就是基層防災的觀念 就是每一個人在他的居住就有這樣的一個警覺心 那剛才就是說這個家人如果說回顧歷史 他本身就是一個千村 那跟剛才我們吳教授所看的那些 就是屏東南部延山的那些部落 全部都是從山上牽下來的 那麼好茶也是一個來意 這全部都是 所以這些千村跟他傳統選擇 他們聚落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被政府有點强迫去千村 當然他有一些利誘說靠近都市 他的發展性比較好 所以他就會先蓋一些什麼水泥房 當初就是政府他對這個地方 對災害的這種環境的認知不夠 所以見到最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山路 骨口啊 所以剛才那個預測 我覺得有可能有一天會發生 因為他就剛好就是建在這個山腳下 所以這個部分呢 好在就是剛才嘉蘭村的這個村民 因為他幾年前有過逃難的經驗 所以才有這樣 那我覺得他不是側村 他是逃難 他是逃難 就是我再舉我們那個家鄉的例子 就是我們萊籍是萊籍部落 是我們阿里山山最嚴重的部落 那麼那裡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因為他部落上面開了一個茶園 茶園就把樹砍掉了 所以那個土石流從那邊開始 就小部落還有主要的居住 全部都被大概有十幾戶 十幾戶房子被沖毀 可是他們一樣 他們及時逃難 所以他們其實有相當的一個敏銳 就是說敏銳 還有大家都知道這個三梅大那一谷 這個生態公園 那個三梅大橋被沖毀的時候 連帶有一戶也被沖毀是半夜的 半夜這個三戶 裡面有三個人被沖下去 那個水之餓之大 那沒有人會想到他可能是胸多吉少 結果他第二天 他在旁邊休息 他大概是受寒了還是怎麼樣 就有一點失誤的狀況 所以他們其實在山上生活 他不是像我們在一般的外面看這些風災 或者水災那樣子 好像是一個非常的可怕 他們其實每天都跟災害相處 他們知道災害了 比如說有些笑話 他們返台準備是把那個什麼 反正準備是把那個釣線拿出來 釣竿拿出來 碗整理整理 他們就是說他們這個時候 比較容易抓到魚 颱風警報是釣魚的預告 對對對 有一點是這樣 其實就是說我們 我們常會忽略他 沒有不懂氣象知識 不懂土石流 他們其實是生活在那裡 他們很懂那個環境 只是說他不是進到課本那種教材 所以這種智慧是我們一般比較認識 那我覺得要防災 其實要重新啟迪這種知識系統 那麼而且就是說 剛剛透過那個指揮系統 從中央要下達一個測存的命令 那個是我覺得是不切實際 我覺得是要如何重建 他們內在的運作的機制 就是他們傳統的老智慧 把它重建起來 然後甚至斷橋斷線 他們他們也活得好好的 是是是這樣的一個思維才比較實際 我這次去嘉南部 他們那個會議主席 那個張老師就跟我講說 那天他們看到那個河床 那麼高 不行不行 趕快跑趕快跑 所有人看到河床 根本也不需要跟那個氣象局 跟他講雨量是多少 他看到那個河床 他從來沒看過 趕快跑趕快跑 大家全部跑光 沒有任何一個人傷亡 可是其他地方要側村 真的是很困難 我們來看看究竟在臺灣 談側村何其困難 這次受到莫拉克重創的 賈仙小林村 其實一直以來 都受到土石流的威脅 去年卡梅基颱風 造成七個村民被土石掩埋 緊接著又來個瘋狂颱風 村民當時忙著堆沙包 在屋外自建河道 相公所的人 還苦口婆心的要村民到山下住 小林村本來就在土石流的警戒區 村民也知道土石流來了要撤離 但這一次為何來不及 高雄縣強調已經通報要撤離 中央也分別在八月七號 八月八號各發公文通知 按照流程 農委會通報災害應變中心 再通報高雄縣政府 然後傳達到鄉鎮 農委會已經發出警戒 中央通報 地方也通報了 但問題就出在通報的人數 根據農委會的資料 小林村背面有兩條土石流潛市區 畫紅色的區域中有20位居民 但這一次是整個村數百人都不見了 至於在台東的金峰鄉 加藍部落 金陵泰瑪里溪 同樣也是土石流警戒區 加藍部落因為在颱風當天成功撤村 保住村民的生命安全 未來的車村模式還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讓山上的居民即使面對大自然的威脅也能安心的生活 布老師我再請教你 我們還是回到那個土石流警戒的發布 剛剛我們從氣象雨量颱風的這樣子的發布 大家都認為說我只要跟你講 所謂的那個雨量是多少就好了 我只要跟你講說要小心就好了 可是我們忽略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跟你講了 你到底得到了什麼樣的訊息 大家只在意說 我有沒有盡到我原本法定的責任 沒有站在對方接受訊息 那個角度來講說 到底我這個警告對你來講 是不是一個警告 我是不是只是說作為一個官僚 只是說我就盡了本分 你要測 你要測 你不測是你家的事 還是說我真的具體跟你講 你不測你會死 你死的話我也死 所以拜託你趕快測 你如果不測的話 我叫警察把你測走 我想問的就是說 土石流警戒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整個台灣在土石流警戒的部分 下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就我的了解 當氣象局的每一個測站 開始接受雨量的資料的時候 是同步連線到水素保持局 水素保持局的整個系統 就瞬間在每一個重要的點 分布在整個台灣 就開始去監測它的累積雨量 當它的累積雨量達到警戒值的時候 立刻就發布 所以這個速度是即時的 是即時的 因為